那现在还有人说这个狗尾草是属于杂草 那我是不同意的 因为它有非常多的价值 比方说我们有时候 这个眼睛是又红又肿 而且还怕光 赶紧采一点 放入狗尾草再加上天壶碎 然后煮一下 赶紧三一口闷 味道非常的清香干淡 狗尾草还有一个贡献 就是培育出了我们今天吃的小米 那狗尾草在这个《本草钢木浙江药质》 很多点集都记载了非常多的价值 来品尝一下哦 嗯 有点甜 味道非常的清香 口感非常的OK 狗尾草全草主要干淡粮 是有清热力丝 驱风明目解毒的一个作用 比方说风热感冒 黄胆不吃肿痛 臃肿都是非常的OK